看看新闻网 还要承受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 就是说如果是姐弟恋的话 你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上升到爷孙恋的话 还是蛮难接受的 说出来就比较难听吧 就是我自己说的都有点不顺 不过不光是我们不能接受 被传爷孙恋的女主角 她似乎也不能接受 与香港大明娱乐老板林建民私下约会 同看陈慧贤的演唱会 出席活动亲密香微 一时间25岁的无限小花旦和尔 恋上了76岁的香港富商林建民的消息 传得是沸沸扬扬 相差51岁的爷孙恋 也让三线小艺人和尔 连登数个娱乐杂志的版面 不过这看上去一目了人的关系 却遭到了当事人的极力否认 觉得很搞笑 为什么做故事可以做到 我跟林先生 还有这是我跟他的儿子 其实也是觉得很搞笑 除了女主角 男主角也是同样的极力否认 我现在看到会不会尴尬